南韩总统在10月访美 这次目标根据官方的说法就是抗展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内容和广告 韩媒指出美韩结盟刚好是70周年 所以南韩领导人在市隔12年后赴美进行国市访问 预计是会受到热情款待的 不过经济学人这个秦韩发表文章 就估计说其实这次两个国家总统见面 场面恐怕会有点尴尬 为什么呢?因为南韩当局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是謹慎规备风险 就说南韩拒绝追随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管制 而且南韩对于美国帮忙援助 乌克兰仍然犹豫不决 再加上相比日本 南韩已经摆出了对北韩中国威胁的防范姿态 南韩似乎只是聚焦于北韩威胁 对中国其实南韩就不会感觉很明显的威胁 另外南韩过来最近都对美国有些不好的理解法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为了带到本土的半导体和电池的产业 通过了一些晶片法案或者削减通胀的法案 是否冲击了南韩的企业 另外又传出了美国涉听南韩国家安保室事件 所有这种事件都影响了南韩和美国之间的一些关系 尹舍月其实在上任初期就有很宏大的愿景 对南韩的这个世界理由 他就希望渴望将南韩打造成全球输楼国家 又说南韩是自由人权的坚定安慰者 所以他在出访之前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 就特别透露又说要强化日本、美国和南韩阵线的想法 就说有关援助乌克兰人的问题、台湾问题 这些言论也引发了俄氏和中国的强烈反对 尹舍月还跟华盛顿有报指出 日本是不再需要跪一百年前的历史下跪道歉 希望以改善入韩的关系 这一番言论其实就是在南韩国内引发了非常巨大的争议 另外美国军方就泄露了文件 之前有一批机密文件就显示 美国一直是有监视着南韩政府 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 尹舍月当局甚至乎是不断为美国辩护 就坚称美方其实是并没有恶意的 搞到一时间外界普遍都认为五舍月 今次行程主要是向美国投诚表忠 拜登政府想团结日本和南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想在东亚地区 为了搞一个小的联盟 即巩固这个联盟 希望其他国家加入他们的民主和专制之间的较量 而且将日本和南韩去这两个盟国整合在一起 就能够更加有效地面对东北亚的挑战 经济派人指出 不过他们的想法是他们自己想要巩固的联盟 但问题是在于近一年以内 即使美国对盟友的要求有所增加 不过南韩在发挥国际影响力上 依然缺乏一些积极性 也很明显是不想和中国保持距离 想和中国依然保持非常友好和稳定的合作关系 而且对上任文在寅的对华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相比起来隐石穴看起来就是想站在美国那边 隐石穴上任之后为了增加美航关系 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加入美国推动的地区经济合作 扣赏IPEF 就是引体经济框架 然后它又扩大了美国和南韩联合军事演习 尝试和日本外交去破冰 不过运石穴也和美国保持距离 南韩呢 为什么呢 因为南韩是仅次于中国的亚洲第二大武器出口局 不过呢 在美国北脚和乌克兰本身都已经向南韩提出 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武器的请求 南韩现在是犹豫未缺的 没有提供什么武器 相比起日本呢 它也更加似乎 不太愿意加入围堵中国的战略 因为好像南韩呢 它就没有效仿日本和荷兰那样 对中国半路体技术出口实施一些管制 另外在国防策略方面 日本直接称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 而战略挑战 那运势与政府呢 就只是称中国呢 是为了实现反美和和平的重要伙伴 预计呢 五年内呢 南韩的国防开支平均每年是会增加7%的 不过呢 主要都是为了应对内住北韩的威胁 而不是对中国的 其实南韩这么谨慎規避这些风险呢 都可以理解的 因为中国呢 被南韩视为是有助于稳定北韩局势的邻居 而日本呢 虽然是受到金正恩的飞弹影响 但是呢 其实他不是好像南韩那样 直接是面对北韩的这个安全威胁 那另外呢 中国呢 其实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 跟中国的贸易价 相比呢 比起美国和日本的贸易价加上 还要更加多 所以 南韩的经济呢 贸易经济呢 非常依赖到中国的关系 那半路体等等 南韩的关键 这些高科技的产业的供应面 其实也是主要设厂在中国 那 例如说 2021年那时候 南韩近四成的半导体出口 都是直接对中国的 那南韩近年来 南韩企业对美国围堵中国的一些做法 其实都怨声在道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对于中国设厂的 这个南韩晶片企业的出口管制 因为呢 他的豁免呢 将会在今年十月结束 那银石月赴美之前呢 金融时报就报道就说 美国呼吁在南韩一旦 在美光科技 被北京禁止在中国销售之后 应该敦促 他的晶片制造商 不要增加对中国销售 以免中国的市场空缺 获得填导的 那面对国内一些企业的压力 银石月就预计呢 其实今次访美行程 是要向拜登反映一下类似的措施 是带有这些美国保护主义的性质 就是他的这些措施 虽然是保障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但是呢 就损害了他盟友的利益 那些 就是南韩 损害了他的盟友 南韩 国内一些企业的利益 那更加想是要说明就是 美国在採取措施之前 在制裁措施之前 要充分地征求亚洲盟友的意见 那在国防安全方面 南韩似乎就是担心 美国没办法保证他的安全 因为对金正恩政权的共同 担忧呢 仍然是美国和南韩的关系 在夹合制 南韩就很深刻地知道 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 那因为他自己没办法 发展这个核武 他就像Homis刚才说 南韩都这次表明是不发展核武 所以他也越来越愿意在其他国际以前访效美国的立场 包括针对中国 不过南韩呢 其实是 谈不上一个全球地原政治的输楼国家 虽然尹岳是想这样做的 他在对中国的依赖上 这个核心问题上 他甚至乎都没有处于这种输楼状态 他严重依赖 他已经没有了一个讨价还解的筹筷 所以南韩可能是会借着这次访问 和美国这个大佬说一下数 要求更加多符合南韩的利益政策 而不是说一美就强调一些战略安全上 和美国走近的一些因素 第二个话题是会说一下日本 都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角色 日本官员其实在最近几十年前 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就非常之担心 说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是过于冷静 因为当时日本其实非常之担心中国的威胁 反而美国那时候没有那么担心 因为中国其实也也积极投入 他说加入WTO 即是投入世界现在的构建战后的秩序 但是最近美国就开始表达出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导致中美关系非常紧张 经济学人分析就认为 其实这个反而会给日本达来一些伤犯的忧虑 因为它是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日本想承担区域大国责任 希望和中国积极展开外交 又想避免爆发战争 所以他就非常难做 日本首相岸田民航 他在早前接受全球媒体採访的时候 就被问到日本 现在要采取什么的军事行动 来压制中国的霸权野心 其实日本首相岸田民航就没有违避了这个问题 他就没有列举日本有什么加强防御而采取措施 而只是想积极外交作为一个优先的要务 新闻有提到七大工业博物筹权 即是G7峰会 今年是由日本作为轮值主席国 所以就会在日本拒绝 早前G7外长 会议重新台湾海峡和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一致表示反对双方片面去改变台海热造 下个月的G7领导人峰会 就会在岸田民航的家乡 即是劳架港岛举行 在株质峰会之前 岸田也似乎在尽力避免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惡犯 经济学人指出 有很多迹象表明 日本领导人由于认为美国和中国竞争 非常激跌 所以不断呼吁加强和中国的沟通 不断沟通 防止拆枪走火 所以岸田向媒体重新 日本希望和中国建立具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 跟英国刚刚说到的有些类似 他说日本将坚持主张 需要坚持的主张 并敦促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同时各种问题保持坚定的对话 并是要和中国在共同的挑战上进行合作 其实从去年11月之后 岸田和中国国家主席在印尼的回头之后 中日外交稍微恢复一些运作 在2月的下半段 两个外交和国防官员是举行回应的 3月底的时候 中日国防当局都开通了两国之间的防卫议线 避免日本自卫队和中国交换军在海上发生一些军事冲突 在4月初的时候 日本外母大臣林邦正都访问了北京 这个是时隔三年后 日本的海上首次访问中国 这个其实虽然是互动频繁 也不代表日本对中国的警惕有所降低 日本在去年12月发布了一个防卫白皮书 就说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 岸田也呼吁台海和平和安全 又说日本不愿意容许任何一方以武力改变现状 就是说反对中国攻打台湾 日本又说在未来五年之内 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 目的就是要令中国相信日本 不会任由它摆布 经济学人指出中国威胁对日本是近在眼前 因此日本当局非常认真看待这个问题 在美国如果你说台湾战争的问题 差不多地理上距离是半个地球 那么大的距离 很多美国人都觉得很抽象的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但是日本是不同的 日本人在台湾战争的问题上 他们就需要很逼切的问题 要逼切的原因 就是他们需要知道 你家里最近的房洞在哪里 要避难 所以为什么日本政治的官员 政治人物就会努力要 他们所说的就是把控火候 就是控制这个火候 让中美关系不要那么激烈 不要到时连锅都煮烂了 那么他们的发言 所以日本很多政客的发言 就不是好像美国国会鸣派那样 所以为什么安田原来强调 就是说美中关系保持稳定 那么对国际社会也很重要 经济学人就认为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来临 东京是会成为美国两党的 这个总统头选人竞争 拉拢的对象 日本就是因此就会在美中关系 上面想把控控制这个火候 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经济学人指出 其实中国几乎没有接受日本伸出的减蓝支 就像上个月一位日本的制约公司员工 才因为间谍罪在北京被捕 日本共同社就报道就说 自从2015年之后 不计这个案件 都致死了16年日本公民 因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 而中国政府拘留 而且你看到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对日本G7上次外长的一个 对台湾问题的一个发表看法 都有一个强硬的回应 所以经济学人就认为 如果中国如果愿意和日本对话 其实主要都是想离间 美国和盟友 他盟友之间的日本之间的关系 不是想和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 所以日本变得要想在中美之间 要控制这个火候 恐吓就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国际关系 大国竞争方面 其实是一个好像大厨房 现在这个厨房就有两个厨师 而不是一个 一个厨师是中国 另一个就是美国 所以即使这两位厨师 没有因为那碟菜 如何炒而大打出手 控制火候的事情 都没有轮到其他国家 都是中美之间的事情 所以如果日本想在中美之间 要控制好这个火候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 因为主要是要看中国和美国 如何处理 而不是日本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赴去订阅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视频 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